待會我們這邊練習區想要讓各位介紹的是日期格式 那這邊的四碼兩碼不輸入年跟民國阿指的是我們的那個年度 四碼的西元年兩碼的西元年跟不輸入年 那民國年的處理 那練習區我們已經清掉了 那我們來打 標準的這邊說明的就是下方這個說明 我們要去輸入中間的區隔 那這邊表達一下如果你打的是2023斜線 我們是666號你不用多打那個06的0 對他而言他不理你的 你看我現在打我們的06斜線6 你會發現我多打那個0他自動還是會拿掉了 那除了我們的斜線之外還可以用我們的一槓線 這個是我們的鍵盤區的減號 他也可以形成我們的這個 可是你不管你剛才用斜線或者是一槓線 最後就會恢復成標準的斜線的西元年月日 總間用斜線表達 所以區隔是用斜線 不可以用點 所以我這邊用錯誤示範 好錯誤示範 假設我這邊用2023點6.6 同學這個不是正確的西元年度 因為他用的是他不符合 所以他的點對他而言是一個文字的 所以他是靠左 所以這個是錯誤了那我還是刪掉 免得你們錯判 隔壁這邊不輸入兩碼的 那不輸入前面的兩碼輸入後面的兩碼 所以2023我就打23 斜線6斜線6 我輸入兩碼他還是乖乖的給我4碼 可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如果過了10年舉例 這邊如果我加了10年 所以是33寫線6寫線6 那形成的效果 很特別 他會變成1933年 那什麼情況下會變成19 只要你最後一個日期是29寫線12月31 都會呈現2020年的開頭 那我現在如果要超過的話 只要30寫線1寫線1 那就會變成1930 這個是有一個區隔30年度的切換點 所以記得超過30年之後的日期 你就要完整的4年了 OK嗎? 就有4碼了 這樣才不會出現問題 好 隔壁的不輸入年 很特別 先幫我檢查 我這邊要先緩成一般 剛才稍微沒有留意 一般 這邊我們要輸入的是6寫線6 當我輸入6寫線6 你會發現這個6寫線6 他會自己產生一個月跟日 可是你看中間這個資料鏈的 運輯區 他是給你的是新月年 他給你的是新年 可是眼睛看到的是6月6日 那我其實上次有說過 這個是很特殊的 他切換到自訂 格式怎麼查 可以點這個箭頭 這邊有一個自訂的選項 他自動幫你切到這邊 那這邊他選了一個 M斜線月 M用月包住 月字 還有M的D 然後還有一個日 用兩個雙銀號包住 所以M跟D是代號 月跟日是文字 所以用雙銀號包住 所以不管我打什麼 他 假設我現在想要 我們再一次6月6號 當我這個日期想要用2023寫線6寫線6 我怎麼改他不改 怎麼呢 那你只能解決方法就是 利用這個功能去讓他的格式變成簡短日期 或者是其他的詳細日期 或者是點進來我們的更多的日期的選項 那選項裡面你可以去選擇哪一個比較符合你的 OK 好 那如果我們要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要先刪掉 先滴滴 恢復原本 我們的一般 那你自己再重新輸入2023的6月6號就會正常了 所以我這邊只是要表達 如果你6月6號不是你想要的 那你要怎麼處理 等你會了這個文道說的制定 其實你都可以自行去輸入 你要的格式 依你想要的格式呈現出來就可以了 好 最後一個是民國 民國年 假設我現在是民國的112年的626號 請各位不可以直接112寫線6寫線6 你會發現他靠左 因為對他而言 你看他沒有自己轉成西月年 這個112是你打的 他不認 那怎麼處理呢 請各位要打R 再來打你要的年度就可以符合 你要的民國年度了 所以多打一個R R就呈現我們要呈現出來的民國年 可是你照妖鏡它是符合西月年 聽懂齁 所以剛才那個112是我們自行打的 那這一個是我們多打一個R呈現112 他的照妖鏡 他的那個資料辨輯碟還是恢復了我們的西月年 OK 所以請你各位要打R 大家想寫 譬如說你後來打想要打 像民國85年的9月9號 發現比較還沒打勾之前 發現你打錯了 你要的是民國年 那就啊 那事後如果你覺得這個日期想要變成西月年 可不可以改 可以 我們大概時候再改 可以齁 這邊是1996年 眼睛看到了跟他自己幫你轉換的效果 OK嗎 好 先試看看 謝謝 疙瘩 小西亞 疙瘩 是 太 有 小西亞 除了 有 黑